所谓的太平岛这边的收讯 如果用中华电信是怎样 收讯会很不好吗 所以要用中国移动 我请教一下 汉廷你看台湾基金 特别开了一个记者会 特别讲到我们的国安有大漏洞 为什么呢 太平岛边防官兵 他们网路讯号太差了 开漫游是连接到 中国移动的讯号上网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敌军的讯号上网 那当然就叫做国安危机 所以要什么 要政府赶快改善 那我就问 请问怎么改善呢 是要我们的中华电信加把劲 盖过中国移动的讯号吗 汉廷 首先因为刚才广告的时候 将军有说 因为那里离我们台湾本岛 才太远了 说开最先进的船过去 也要24小时才能到800公里 太远了 所以本来我们的基地 我们的讯号没有办法 扩及到那里是一个客观事实 可是有没有必要 要为了让当地的官兵 有使用中华电信 我们就看一下 如果他使用的是中国移动的网络 会存在什么 避害 你以为用了什么样的移动网络 然后那个电商就可以拥有 你上传网络的所有资料吗 并没有这么一回事情 并没有这么一回事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都在网络上搜寻 然后我们有LINE 对不对 那如果我用的是 中华 远传 台歌大 台湾之星 是不是这四家公司 就有我们所有上网的 这些资料呢 并不是 所以呢 就算他用的是中国移动 也不表示他自己的电脑 或他自己的这个手机 或他使用网络上 所存储的东西 就通通跑到了 中国移动里面的基地台里面了 没有这么一回事情 会问出这种问题的 就跟当初去问那个 华为的那个美国议员 问的是一样脑残 他说你一个APP 会不会影响到我家的WiFi 那我的这个WiFi 会不会受你影响 就没有这回事 所以我认为呢 就用中国移动 就用中国移动 就能使用最好 因为他其实没有什么泄密问题 真正会泄密的是别的问题 而不在于你使用 什么样的网络问题 是这个问题吧 什么空军松脂部 金船有共谍啊 总统行程可能会遭到外泄 说有一位退役的上校 被大陆情治机关给吸收了 他平时是负责地勤 负责政府总统专机 相关空中演讯 这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将军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这个台湾激进党 那真的是不死人间烟火 你不要说到太平岛 你到金门去看 金门很多人都收到 就是中国移动 因为金门很多 跟大陆上面做生意 他为了避免国际漫游 他都用中国移动来打电话 那第二个我跟你讲 更严重的事情什么你知道 为什么他收到是中国移动 而不是中华电信 因为是美濟岛在那边 美濟岛是共军 已经在那边建设一个岛 他在那边放那种信号 那太平岛的官兵 他要上网的话 他只能收到中国移动 其实那个移动是 美濟岛给的信号 是共军给的信号 所以我觉得激进党 你今天在这边小题大做 为了这种事情小题大做 只妨害到太平岛官兵的 他们一些通讯的一些权益 我觉得这很不好 那你现在来讲 如果真的有事 你就用有线电来联络 又有线电联系的话 就比较安全 军事上面 那就没有泄密的问题 他用网络官兵用网络 只是他跟家人打个电话 联络一下 你不要在这种 台湾机器长 不要在这种事情上面做文章 就影响到太平岛 索讯官兵已经很辛苦 离家那么远 他跟家里面问个好 你在这边做文章 我觉得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请我补充一点 不好意思 你觉得现在其实主要 是像这种在海岛解决 全世界都一样 大部分如果是在军事需求上 大家直接用卫星电话 卫星电话加密在做公式 我想这主要还是官兵 他们的生活休闲 休闲娱乐用没有问题 因为有两件事情 你能改善只有两个改善 第一个低轨卫星 可是现在低轨卫星 台湾自己低轨卫星还没有做 第二部分 你就单门拉一条电缆去 可是他们为这个 他们娱乐一条电缆去 这个成本 这个是不可能 也不对称的 所以就人家 可能也是用网络 在看我们头条开奖 所以这个将军刚刚谈到的 就是那这现在又说有共谍 台湾这个我觉得军纪 要好好整顿一下 军纪是军队的命脉 现在来讲 我是觉得说上重降级 对不对 下到小兵 你看看我们最近看到了 让我们这些老兵 看到真的痛心疾首 对不对 然后各级从降级到这个士兵级 都可以泄密 对不对 然后你不管可能他泄的命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可是对民营事件 就是一个很大一个打击 然后第二个就是贪污 对不对 超卖失焉 当然超卖失焉 那个就很不公平 现在还变成住英大使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有时候我讲难听的 有时候真的是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这个前一阵子我们都知道 现在那是一个品德的问题 你破坏国军训练 现在还变成到 那个叫什么 什么节目去表演 那个女生 辅导长 辅导长 还是辅导长 他也是正行生毕业的 那你说 这是牵涉到纪律的问题 如果说一个军队 连从生活上面 包括到 最严重就是泄密的问题 对为了一些事情泄密 其实我觉得 为了一些个人的失利 泄密的话 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难怪我们国军来讲 很多机密保全不住 然后也造成很大的伤害 好那汉庭 那现在你看 这个副总统赖清德 这一趟出访 那到这个 大家在看过境旧金山的时候 是用什么规格来接待 好啦 马上看到 AIT主席罗森伯格 是亲自的登机来迎接他 这个两位 当然还加上 肖美琴在一旁 显得这个互动 是非常的热络 而且还特别强调说 你看你看 赖清德在那边多受欢迎 还有这个新任台美小姐 亲自献花致意了 也有凤凰城市长也来了 特别还谈到台积电 在当地的投资 希望更多的企业 到这个凤凰城来投资 还把握机会来招商 所以这种 这样子的一个迎接 真的是它的成果很丰硕吗 我先补充一下 前面松子部的事情 因为现在的绿媒 或现在的媒体都讲说 你看这很严重 因为松子部的官兵很重要 它可以掌握到总统副总统 飞机的一些行程 很机密等等的 但是差不多在去年的 同样的时间 绿营才开始在炒 要废除松山机场 吴怡农选举的时候 因为说要废松机 所以当时绿营的侧意 纷纷出来告诉大家 松子部也没那么重要 一周飞不到一次 都在跑选举 现在绿营又跟大家讲 很重要 所以重不重要 都是绿营出一张嘴 第二个实际上 我们看到目前所公开的资料 说军方 他们如果提供了资料 那么这些资料 一次性大概可以有 三万到二十万元 三万到九万的新台币 这也太少了吧 如果要为了这么少的钱 然后真的有所谓的泄密 就假设是真的 因为目前都是调查当中 假设是真的的话 那也只能说明 目前我们给国军的 这些招的待遇 也实在太差了 否则没有必要 我为了三万块钱 冒险 就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你要这个冒着风 巨大的风险 然后就只为了 可能三万块 六万块 十万块 那这表示 现在给军人的待遇 实在是太差 或者也可能是 民进党的各种 对待军中内部的事情 的管理 也实在太差 所以才会人家 为了迎头小力 而做下这一种大错事 而再来我们看到 赖清德 终于见到了罗森伯格 不见总是不行 人家来的两趟 总要一次不见 回去的时候 总要稍微见一下 所以 那到底哪一个 规格上比较好呢 所谓的接机 应该是在第一次 到纽约的时候 就要来机啊 而且呢 对吧 他说要去 这个妹妹的婚礼 妹妹婚礼 距离纽约 飞机的行程 也不过才一个小时 其实也是可以来参加的 那当然了 现在见了 是让赖清德 多少有点颜面 否则呢 美方整体平衡下来 好像这一趟 太过于打压赖清德 那也不太好交代 还是要做给 在野党看一下 我们没有爬大陆啦 我们还是给赖清德 有一些既有的惯例 因为美方不断强调 是所谓的维持惯例 那惯例上呢 就是过去 AIT主席都会见 那这一次 既然没有见 那怎么办 那就回去的时候 稍微见一下 补一个惯例 但其实呢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趟行程 确实给赖清德的 就是矮压 就是低调 可以算是穿一个小鞋了啦 但是赖清德呢 现在你看 他的所有的竞选团队们 包括民进党上下下 都在讲说 什么疑美论 依赖论啊 那个呢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从中国大陆那边 放的假讯息 就是刻意要干涉选举 影响这个选举啊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请导播 让我们看下一张 其实你看像赖清德 赖清德在这一次呢 他出访的是巴拉圭 结果脸书上面说 有赖出访签署议事录 金元巴拉圭 还有巴拉圭科技大学 是空壳学校等等 总统府还特别对此 做出回应哦 也说这是假讯息 强烈谴责 社群平台也下架 移除恶意账号 然后呢 在这边呢 还特别还有网友 匿名散播 赖清德与巴拉圭 新任总统签订了 议定书 新建百亿住宅 然后呢 赖办这边也马上回应 是错假消息 哇 总统府现在跟赖进办 这边是强力的在打假了 这个上次 这次其实赖清德去参加 怎么可能没有带礼物 没有带这些签订的伴手礼 这也几乎已经成为我们 无论是蔡英文总统 或者应该讲总统或副总统 每次只要出访 有帮当中的必然的 一个礼物 这也叫惯例 惯例已经是惯例 但是所以现在到底 实际签了多少 那其实现在来讲 无论是外交部或总统府 并没有个很完整的部分的说明 因为我们就过期的惯例当中 也都经常看到 都很多事情 都是事后回来才知道 原来去的时候 有签了这个东西 或签了那个部分东西 或当时即使没有签 实际上大家 包括幕僚作业上当中 可能口头大家已经 七七八八 讲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谈到什么地步 然后回来之后 再补送一些部分 签署的部分的完成 所以很多这种所谓的 刚刚讲这些惯例的伴手礼 有时候是前进 有时候是后卸 这个部分都没有说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以赖清德现在要去 而且这次当中 也同时作为了他 接下来作为总统参选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不可能 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动作 或一个大理 所以现在之所以网路上 有那么多的部分的发布 你说绝对是无地放始吗 因为我们过去每次看到 在整个在政府当中 民党政府有很多的撇清撇清 可到后来有至少部分成真 所以这个部分还只要观察 那么总统府或 包括外交部那边 有各式各样的 很强烈的手段 我想现在最主要 主要是要遏止 在现在的这些 无论是真是假的 言言当中 直接影响到赖清德的选情 那么这个部分 不是站在什么 为我们国家 为我们之类 不是不是的 这当中还是现在 慢慢选举进入了这种 越来越开始火药味 出现了总统 包括执政在野 所以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不是政府等级的目标跟意义 而是为了赖清德的选举 所做的 这个部分事情 我想大家其实都看在眼底 至于实际的部分状况 会是如何 我相信随着 通常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是 即使即使是外交部 没有发布 但是只要真的 赖清德这次送了各式各样的 所谓这种惯例的伴手礼 送了钱 送了项目等等 总是在我们的友邦 总是会有议员 甚至他们的政府 很快就会说出来 第一 第二 如果那边有些执行的项目 水木工程 土木工程要开动了 可能肯定会有一些绿桥 绿油有桥包 或者是相关的部分的周边厂商 也又会有消息冒出来 我们很快等着看 好 那现在你看 这个赖清德也差不多快要回到台湾了 汉庭 那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 这次这云报会不会变成 赖清德选情的一大风暴啊 我们看到 这边呢 特别还有一张图表 哇 这里面千丝万缕 还有所谓云报绿色产业链啊 这个政客省 特别在他们的社群里面 告诉你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民进党是最大的推手啊 其中我们当然看到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那现在呢 他要选举嘛 可是偏偏东报出来 西报出来 之前我们只知道 赖净林跟赖平渝妇女俩 然后大家就很关注 可是现在有个最新的 那就是赖清德有个子弟兵 他还是前农委会的副主委 他叫李退之 哇 这个人现在在云报 跟他也有关系 为什么呢 在云报能源担任独立董事 怎么都怎么样签 都会签到他们呢 那现在大家就很好奇了 你看哦 他们在这边 一方面赚绿能的钱 然后又捐钱 捐了这个政治现金 而很多都分到了新潮流的手里 哦 那这个跟新潮流 跟赖清德 或甚至整个民进党 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 看你 现在鬼门开啊 这根本就是绿鬼搬钱大法 而且呢 日前媒体所披露的是说 这些所谓绿能公司 捐给民进党是585万元 真的是太小看他们了 这个他呢要用 那个牛字旁的他 真是太小看他们了 就因为这个统计呢 他只使用了公司去做查核 就像云报啦 然后京城啦 那只用赖净林相关的公司 但是忽略了 比如说赖净林本人 也有用本人名义捐钱 云报的董事 他们也各自都有捐钱 然后下面的这些子公司 分公司 这些的董监事 也都有用各自的名义去捐钱 为什么 因为公司捐钱 在法律上是有上限的 所以公司不能捐了干嘛 那我就改用个人捐 然后呢 这间公司捐满了 我再用子公司来捐 然后呢 还有分公司啦 然后甚至呢 是他曾经待过的公司 这些林林总总 赖净林相关的 20多间公司啊 我最新统计出来 就全部都查 总共呢 17间公司 捐款给民进党党部 跟捐款给民进党 总共59位候选人 共捐赠了1778万元 1778万元 前两天听到那500万 那小case啦 总共加一加是1700多万 而且呢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 对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 那有几种人拿的比较多 第一个 赖瑞隆 了不起 就是因为他是 经济委员会的招委 所以跟绿店是有相关的 是 就很多家公司 大概大约都要捐给他个 几十万啊 什么的 拿第二多的呢 就是小公主赖品鱼 那还有一个人呢 拿的也蛮多的 他是谁呢 他叫做曾文学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赖品鱼的男朋友 跟这个有关 因为他是赖品鱼的男朋友 对对对 我们统计出来啊 最后最新的 小公主拿75万 男朋友拿40万 赖瑞隆拿250万 所以我们最新所统计出来的 那所以这整个的路线图 已经非常清楚了 经济部跟台电 透过用标案 或者是跟台 或者是卖电 对吧 就台电跟这些绿能业者买电 把钱给绿能业者 绿能业者呢 再捐钱 给这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那这就是很明显的 金钱输送 民进党等于直接 从台电 从经济部里面搬钱 所以这是标准的 党库通国库 这就是纳税前 变成了民进党人物的 政治现金 就说太可恶 到底有没有法律可以罚 有 在政治现金法第七条 其实有明文规范 就跟政府有标案的 或者是呢 跟政府有签约 契约 期限内的 是不能捐政治现金的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云报一定有 就是接受云报董事长 以及接受云报公司 本人直接斗内的 这个一定是有违法 一定有违法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那到底谁 卖电给台电 理论上这些公司啊 也是不能够捐的 因为你卖电给台电啊 那我们请委员啊 去跟台电要资料 台电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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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很多事情 就是这些证据 第一个只能请司法介入 第二个呢 就是一定要政党轮替 才能把这些绿能 绿能发电 变绿营发财的 这些绿鬼 通通都揪出来 对啊 而且汉秦 你看我刚刚讲到 那个李退之 你看李退之 是赖清德 在当台南市长期间 他旗下的这个官吕局长 谁啊 郭真慧 前台南官吕局长 他的丈夫 就是李退之 然后同时也是在 赖清德当行政院长期间 兼农委会副主委的职务 然后目前就是云报能源 他有挂一个这个独立董事 你看这个关系 多么的亲密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让大家就更好奇了 好 那你云报还有很多的东西 是不是都还有 大家所不知的内幕呢 可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禁要想 赖清德不是马上回来了吗 他会怎么来应对这件事情呢 他还是能够老神赛赛吗 反正我现在民调都是第一啊 看来看去都是这样 难道不会动摇大 他现在目前在民调领先的地位吗 上志 我觉得赖清德这次回来 会一如过去的me too案一样 就是说虽然跟赖清德 现在的直接管辖 或他过去的执政 在台南执政当中 有一些连接关系 可是从me too案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他怎么 他就做防火墙 他会表达一个态度 他会表达一个态度 可是呢 实质除非你找到 能够直接连接到赖清德 跟这个钱有关的部分的证据 或乃至于赖清德 他的真正很近的家人 跟我们知道他两个儿子在国外 虽然说现在要回来了 所以如果他没有直接的 这样子的连接的话 你真的很难直接扣住赖清德 赖清德一定会这么做 我可以很相信就一定是这样子 不过这样最近 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耳语 值得我们来关注 现在其实在民营党 或在江湖上 有个很有意思的耳语 是什么呢 这个部分有点严重 但是我愿意在这里 先披露出来 跟大家一起来观察会发生 只有有耳语说 赖清德很有可能 对于现在包括绿电 的这么多的东西 甚至包括八八会馆的 真的也部分东西 会说不定会使一个 比较大的杀手键 而这个杀手键 有没有可能会直指到 郑文灿 也就是说这里头 接下来我们知道 现在绿电绿能的云报 这件事情是现在 大家吵得非常凶 那么在连同这个里头 因为牵涉到光电 也可能牵涉到部分的 前瞻预算 所以这里头当中 我相信我们都相信 蓝白阵营的在野党 会持续的一个进攻 单单跟云报 不断的一直挖 一直披露 每天都有一个东西 其实就我所知 现在云报里头的董监事 像李退之这样子 能够拿出来讲的很多 还有其他周边 我来想为什么 总不一次讲清楚 不过现在如果就 在野党的选举策略 每天丢个东西 丢一点东西 大家也看得滋滋有味 然后刚好到现在 来到云报又在宣称说 那么现在整体来讲 这个赖敬龄的酬劳不高 两百多万 加总电续 才加才四百多万 在业界算很少 可业界真的算少吗 这里头只算他的薪资 有没有讲他的红利呢 每年的分红 不算在薪资里头 还有没有其他的奖金呢 你不问他 也一次讲不清楚 我才不相信 赖敬龄才这四百二十五万 我绝对不相信 刚刚讲到 就是说主要还是对赖清德的影响 我们讲防火墙是这样子 但是重点来了 是现在包括 我们现在从先前看到MeToo 看到好多的部分的 包括IMB的弊案 的这些诈骗案 哇 感觉起来都对赖清德 没有影响 云报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对赖清德 依然的影响有限 如果影响有限 是究竟是这些基层 包括民进党基层 对这些武感 还是去赖清德 还是说现在在野阵营 虽然这样这样 李退制啊等等 一个一个丢了这个打法 还是这个打法 也可能要稍微修正改 这个部分我们要从两个角度 一个部分是赖清德真的够强悍 他防火墙记得够好 二方面也有没有可能是 在野党现在打打 这个东西终究没有真正扩散到基层 因为你这样打打打下去 最后引爆案 现在还记得赖清德跟赖品瑜 可是后面可能如果有越来越多人 大家又都不记得了 所以这要从这个双向来考虑 这个东西对赖清德的选情影响 好 不过现在你看 到处都会淹水 大家是这样说 可是问题是 你南台湾的高雄 这个不就是民进党大票仓吗 你们能做些什么 都只会对其他兰印执政的县市 指指点点 也不看看在淹水的时候 自己面临到什么样的困境 这个要请教一下 我们这个将军了 你看高雄其实在今天 包括三明凤三人五等地 累计雨量破100毫米以上了 那么结果下了大雨之后 又是路面塌陷的又是民间 很多的机车骑士 要这样骑 还飙水上摩托车 很多车子就这样 变泡水车都抛锚了 那么当然了 很多网友都在说 都上网说 好可怕像划船 陈其迈身为市长 那也透过脸书 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结果发现里面 都把陈其迈的脸书给灌爆了 骂翻天 我特别要讲 很多旅客到了高雄 第一个印象就是 高雄变得很漂亮 到处都是公园 对不对 轻轨捷运 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 为什么五年前 韩国瑜选市长的时候 可以引起那么大的风潮 对不对 陈其虽然说 大家都认为他做得很好 把高雄干得很漂亮 但是很多基础建设 他没有做 他把这些经费都挪到 去做公园 这些表面上面 看了出来的事情 那么我们印象中 我相信各位一定都记得 对不对 那次韩国瑜之所以 能够突然 刹那之间 从默默无名的人 变成全国声量 就是高雄下了一场大雨 然后五千多个天坑出现 对不对 就表示说 高雄的基础建设 其实都没有在注意 那现在这次又来了 我觉得 我印象中 韩国瑜当选市长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 我印象一直很清楚 穿个青蛙装 直接到下水道 去检查下水道 清茶 然后那几年下来 高雄是都没有再淹过水了 那现在这次 陈其麦当了市长之后 他是不是又学 陈其那一套 在盖轻轨捷运 在盖公园 高雄确实是很漂亮 到处儿童的游戏场所都有 可是下水道 老百姓看不到的地方 他有没有在做 他有没有去关心这个地方 你市长 如果说自己 亲自到下水道 去看过之后 所有的公务人员 不敢轻乎这个地方 就怕你市长 再去看 里面没清干净 这次淹水 会淹那么严重 其实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 你不只是那种 大的下水道 你包括那种勾举 你有没有去清 所以我觉得这是市民 最重要关心的一个地方 因为只要高雄 淹淹水 那受过淹水的苦都小 那泡水车一损失 就是他的身材工具 他的小货车 他没办法再去开 或者他轿车 没有办法开 那不管内部车 20万 30万 对他来讲 是财产上 很重要的一个损失 而且很多大楼 地下室淹水以后 那积电设施 全部淹坏掉 整栋大楼还要再花钱 去修那些积电设施 所以我觉得民众 你应该那些钱 把这个东西做好 做好让民众避免 你不要小看一支淹水 一支淹水 老百姓的损失 是很严重的 对老百姓是很伤的 的确 而且还会涉及到 生命的安全 不仅是财产的安全 那这个汉庭 现在目前 那我们要比较 蓝绿白 这三位参选人 以目前今天 我们所看到 有两份比较新的民调 除了风灿新闻网 他们在17号发布的这个民调 来看一下数字 赖清德33.4 柯文哲第二 是排23.2个百分点 而侯友宜是15.9% 不过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 他所发布的民调是 赖清德确实仍然还是 有三成以上的支持度 35.7 不过呢 柯文哲21.7 结果一看侯友宜 他也是21% 但还是21.9 他领先了柯文哲 2%啊 那么做这个 美丽岛电子报的 这个吴子嘉董事长 他分析 他怎么说 他说呢 其实啊 民进党啊 从716就已经锁定 柯文哲了 已经是进行 有效的打击 所以才会有看到 这样的现象 这是关键 那么柯文哲的攻防部队 其实不强 没人帮他打仗 而且年轻人支持度 有部分甚至 都已经被赖清德超前了 所以侯友宜 现在真的就成如 之前大家所看到的 已经跟柯文哲 先来了一个黄金交叉 你怎么看 目前侯上 科下 逐渐要成为趋势 那这对国民党来说 当然是件好事 第一个 因为过去以来 侯友宜的民调下跌 其实是因为 蓝营尚未整合 以及当时的幼稚园案件 那现在呢 这两件事情 算是都解决了 蓝营也都归队 然后呢 这个幼稚园的事情 也都已经厘清的差不多 而且呢 侯友也频频在媒体前面 曝光各式各样的政见 或者是议题 就战斗性 相较前两个月 已经有了明显的起色跟加强 所以民调会开始往上 那么第二个呢 是柯文哲的部分 因为受到了民进党 这一个月以来的 明显打磕 所以受到了 比较 趋势性的下跌 而且第二个凸显呢 是女性的支持者的下跌 那应该是前一阵子 散播柯文哲 所谓的仇女的一个形象 那形成了一个话题 所以导致这部分的民意下降 那整体来说呢 对侯友宜或对国民党 当然是希望能够稳步趋势上升 成为第二名 但最害怕的是 侯与柯 目前继续纠缠难分 而且这就会让民进党 更加的开心 如果我们纵观过去的四个月 那不就是侯友宜上来了 名将就把你打下来了吗 柯文哲上来了之后 民党再把你打下来 所以搞不好现在八月中嘛 八月中呢 可能到了九月中的时候 当侯友宜民调 真的到了25%的时候 民进党就要开始打侯了 所以而且到目前为止 民进党还没有拿出 过去侯友宜的东西 主动来打侯友宜哦 没有 因为过去都是突发性事件 比如说新北的幼稚园啦 或者是所谓的校园演讲 那个都是突发 或者临时侯友宜个人的 那民进党目前为止 有没有拿出一些侯友宜既有的东西 来打侯友宜 还没有耶 所以表示东西干嘛 还藏着 还放着 对那什么时候才要拿出来打 就可能等到下一波 侯友宜民调高的时候 才要拿出来 试图制造这个蓝白 就是能够难分难解 让你们就算想气饱 都不知道要气给谁 这才是最可怕的 而且呢 根据这些民调所做出来的结论 是呢 仍然有在非支持赖清德的人当中 也有比较高的比例 是不愿意气饱的 就说 我就算知道我喜爱的人不会上 但我还是要投给他 有死中的侯粉 有死中的可粉 那这就会使得 要下架民进党 成为很大的难题 所以现在不论是对侯 或者是对柯 是不仅是要继续的民调往前 而且呢 是往前了之后 还要能够继续巩固 这才是大难题 好 所以上次 所以现在是不是就是在拉喉打柯了呢 民调看得出这个现象吗 民进党倒是现在 这个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 他还是在猛打柯文哲 比方说 16号晚上有什么email 说柯P揭露赖副总统访美内幕为标题 这个声音还好像柯文哲 58秒的英党 还是说赖清德去美国面试等等 柯办马上就澄清了 说你伪造的太烂了 是世界上恶劣的事情太多了 那么但是问题是 柯文哲在那里解释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民调呢 所以现在目前大家来看 到底现在目前 侯跟柯越来越接近 这是真的吗 真的吗 然后在国民党内 大家在讲说 那所以蓝营应该归队了吧 国民党应该要真正认真的支持 侯友谊了吧 侯这个主席现在讲话了 朱立伦说 目前些微蓝营回流 但是要加油 继续加油 内猜民调现在它是75%左右 希望回到80%以上 所以在十点例 就会看到了 真的回到八成以上吗 上次 首先果然是台湾啦 AI伪造进入选举 我们终于迎接而来了 这个科皮 未来会越来越多 但这个部分不会在主流层面 大概就是在网络论坛 各式各样底下部分流传 然后大家觉得很烦 偶尔拿来讲讲 这个是AI来了 那么其次部分 我觉得在这次我们可以看到 朱立伦对于我们现在看到 所谓侯友谊上来 压下柯文哲 朱立伦的说法 还是比较保守 如果说就内三来说 内三民调只有75%回来 表示只有5%回来 相较于之前 因为现在是70%左右 所以真的会像吴子佳 现在的这个调查 哇 以下这么多吗 其实呢 我对吴子佳 总的讲 我是很尊重的 很尊敬 但是这次这个民调当中 可能是我现在对于 长久以来 我们引用美丽岛民调 这么多次 我是第一次对这个民调 有一点质疑 不是我个人 对这个民调的方法是怎样 首先这个民调部分的样本数 真的太少了 一千多份或等等 而且全省分来分去 可能一个县市 可能才一两百份 然后而且你要分成年龄层分开 可能你60岁到80岁 可能五个人 七个人 一个人没有投 就影响十几%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看 这个部分的美丽岛民调 有这个缺陷 就是说他的民调的这个 哇 人数真的太少了 和他的交叉比对 又好像做得很详细 其次的部分 是我们在业界 所谓媒体圈都知道 吴子嘉董事长 最近跟柯文哲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差 那么包括前三场的部分的 他的这董事长开讲的部分 柯文哲不愿意配合他的框架 吴子嘉董事长在节目 跟外面到处都在骂 柯文哲就是不理 另外我们最近也知道 吴子嘉董事长 那年底之前 要办十场的部分的这种巡回 那么对于郭柯 包括侯 他都要这么做 那么就我们现在知道是 柯文哲已经完全都不要了 所以他们之间是有点点过节 我现在没有在暗示说 他们因为这个过节呢 这次在这个民调当中 或者是吴子嘉董事长 权势这个民调 这个部分有一些偏见在里面 我没有这样子在讲 但是我们得要仔细看 吴子嘉董事长的分析 他说包括现在年轻人的知识度 赖清德都有点超前等等 我们在想这一个月 赖清德有做什么事情 是可以迎合年轻人 或我们印象中 对年轻人很有信力的 应该一个都没有吧 那一个都没有唱歌 就只有客唱这件事情 但觉得刚那个折唱 如果真的要唱歌这件事情 就可以信的话 那每天都唱好了 那大概就民调就50%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究竟要怎么来看待 对于年轻人 事实上现在最麻烦是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民调 都认为年轻人这个比重很大 但没有一家民调 认真的对年轻人的意向 以及他们这个变化去做更深入的萃取跟分析 也包括我一家董事长要多加油了 好 所以这个请教将军了 那你现在目前来看 侯友宜跟柯文哲 比实际这个差距越来越缩小了 甚至还看到侯友宜可能摆脱老三 而位居第二 这个是不是真的可以让兰英的支持者 有更多的信心呢 其实我听到很多媒体人讲 就是大家都在注意年轻人的民调 对不对 谁得票比较多 可是很少人注意到我们这种 中年以上的人的民调 对不对 到底支持谁比较多 其实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这种年纪的 才真正会去投票的 年轻人他不见得会去投票 而且我们这个族群来讲 以台湾现在来讲 我们现在慢慢这种族群的人数 是会比年轻人还高 我觉得真的到最后 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讲说 年轻人支持谁 支持谁好像就影响到这个人谁当选 其实我觉得中年以上的人 他的那种思想观念 会更坚贞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不管是绿的蓝的都一样 你看庙口里面那一群都在谈政治 对不对 我还问一下张经 现在主要是在民调当中 比较年长的人 他的政党属性 是比较容易弄清楚的 在他比对 但年轻人的政党属性看不清楚 这是现在主要大家探索 并没有忽略 对 第二我要讲说 年轻人他的 他讲是这样讲 但是他的投票 投票的那种 当天会不会去投票 其实是很大一个问号 对不对 也是一个很大一个问号 这个也是 而且年轻人有的时候 就是情绪一来了 就投 没有那个情绪 没那个feu了 他可能今天就不投 可能当时一件事情 没有那个属性 是很关键的因素 他当时可能一件事情 对不对 让他觉得很有兴趣 他就去投谁了 但是我 所以我个人是 蛮乐观看他侯友谊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 这次来讲 很明显就是因为 这个 那时候去四年前 他没有支持韩国瑜 造成说一些韩文 对侯友谊的不满 可是我觉得说 我自己是本身是 韩国瑜的支持者 我们那些周遭那些 不管是退休的军工校 其实我们都是四大局的人 你今天如果说不团结 下架这个赖清德 的话 那可能如果说 真的是让其他人当选 让赖清德当选的话 最后的结果就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赖清德 就画上等号 就等于台独 对不对 他这个台独 不是别人给他贴的标签 他自己贴的标签 那美国现在也认同 他是台独 对不对 你看这是访美形成 这么低调 对不对 这么那个就是 就是美国也认同 他的台独 那台独又跟什么 画上等号 跟台湾的台海的 兵凶战危 画上等号 所以你选赖清德 A等于B B等于C A就等于C 就选赖清德 就等于选战争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全台湾 其实年轻人他们也 因为我现在自己是军人 很多的子女要当兵的 都很担心这件事情 大家其实表面上面不讲 大家系里头最担心的 就是台湾会不会打仗 这件事情是台湾最担心的事情 那现在能够让台湾和平的 我相信还是要告侯伟瑜 他讲了台海稳定 去仿日回来讲的那些话 日本没事 台湾也没事 对不对 两岸之间能够和平共处 然后大家一起在经济方面 共同来努力 美国也不希望你台湾 发生任何一些 居士上的一些争执或者冲突 好 今天要介绍大家 最热门的冰品 那就是冻吃 要不要吃吃看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支持 我们中天的观众 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 真的就认真的下订单 结果一订购了之后 一吃就上瘾 非常的喜欢 所以也回购率非常之高 今天大家来看看这个冻吃 两个包装 两种口味 紫色包装的 这是芋头的口味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黄色包装 它是羊汁甘露口味 有浓浓的芒果香气 那么再来看看 其实呢 冻撕推吃 就是告诉你 吃冻吃 方法非常的简单 你把这个冰 拿到冷冻库里面 冷冻之后 沿着这个产品的包装 上面就撕开 撕开来之后 从下面往上推 这个冰就出来了 就入口即化 非常的好吃 那么欢迎大家 有兴趣也可以透过 中天快点购来订购 请记得 我的订购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 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 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